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5月12日的东方快询live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宣布 原本将在本月15日截止的儿童免疫计划 将延长两周至5月31日 父母从5月16日起 可直接携带孩子登门临近的政府卫生诊所接种第一剂疫苗 诺阿兹米今日发文告指出 考虑截止日期临近开斋节和公共假期 儿童冠兵疫苗接种特工队于5月10日的会议已决 延长儿童疫苗的报名截止日期至5月31日 让父母抓紧最后机会为孩子接种疫苗 他说明 麦西扎特拉预约疫苗接种的最后期限是5月8日 因此在5月8日前进行预约 并选择5月31日前的预约时间 他们可继续照旧赴约 卫生部长凯利证实 已经收到槟城中央医院霸凌医生的名单 在调查结果未出炉前 暂不会转移涉及的医生 他说 为了让所有人都获得正义 所有指控都必须经过详尽的调查 昨日 涉及霸凌宾城中央医院实习医生的名单 掌管宾州卫生事务的行政议员莫雷拉表示 已提成与卫生部长凯利 这些人皆来自医院的5个部门 不过他表示 这些医生与早前坠楼身亡的实习医生无关 另外 凯利说 卫生部已经对此事成立独立工作小组 明日将会公布改独立工作小组的细则 他透露 他不会主导该独立工作小组 除了独立工作小组 该部的诚信单位也会进行调查 卫生部长凯利强调 卫生部官网刊登的禁言政策 与槟城中央医院实习医生事件无关 他解释 这只是卫生部一般指令 只有获准能够公开发言的卫生部职员才能够公开发言 高庭今日责定今年7月7月判决前首相夫人拿听斯里罗斯玛 在太阳能计划贪污案中罪名成立或无罪释法 承审的高庭法官莫哈默在尼表示 他在传召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夫人罗斯玛自辩后 决定在7月7日对此案作出判决 一旦罪成 罗斯玛可被判监20年 以及罚款不少于贿金的5倍 在历时于两年的审讯中 控遍双方共传照了25名证人 总审讯日长达42天 早前在柔佛王宫前 男扮女装拍照被捕的其中一名网红小哈尼在闯祸 这一次同样穿性感内衣出现在利明达旅游景点拍照 结果被举报 警方已开档调查此事 小哈尼可能面对最高5年监禁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的刑罚 这名网红小哈尼昨晚得知闯祸后 立刻上载视频表示隔日会向警方自首 为截至今日上午11时 西加莫警区主任巴林警监向媒体指出 该名男子仍未现身警局 巴林昨晚发文告指出 警方昨日接获一宗投报 指蒂根拆面子书账号出现一组照片 一名男子衣衫不整地站在利明达一座山头搔手弄子拍照 他说 投报者不满该名网红的行为 认为此行为举止在公共场合即不负责任 也不礼貌 所以向警方投报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509条 侮辱他人 即1988年通讯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 和面对最高5年监禁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 他劝请民众 在大田广众 游市公开的休闲地点 要顾及个人的衣着及言行举止 以便不会影响公共安宁 南北大道今日凌晨发生恐怖死亡车祸 一辆本田城市轿车与载铁托格罗里发生碰撞后 双双炷火燃烧 导致供乘轿车的5人惨遭烧死 车祸中的两名分别28岁和37岁的托格罗里司机则无恙 这起夺命车祸于今日凌晨零时许 接近凌晨一时发生在南北大道246公里北上路段 距离江沙5公里处 车祸共涉及三辆交通工具 及一辆本田城市轿车 一辆在铁托格罗里 以及另一辆运载磁砖的罗里 在后方发生碰撞事故而受到轻微的撞击 苏丹阿兹兰沙大学生事务处负责人 阿莫查基哈山博士经已证实 5名惨被烧死的死者 已被鉴定为江沙苏丹阿兹兰沙大学的学生 提州总警长拿多米尔法利达拉向媒体指出 警方已经扣捕该名涉货的司机 并将向推示厅申请延长扣留 以做进一步调查 招获的28岁南托格罗里司机 于今日凌晨在现场被捕 被警方扣捕调查 警方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括号一条文 鲁莽或危险驾驶 而导致死亡调查此案 并将向江沙推示厅申请延扣留该名司机 中国西藏航空一架载有122人航班 今天上午八时许 在重进江北国际机场起飞时 偏出跑道起火 有人员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现场火已扑灭 西藏航空重进封公司证实事件 回应称还在调查事故原因 具体情况还要等公司通知 机上有11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全都安全撤离 受伤旅客均为轻伤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据悉 事故仍在处理中 暂时不确定是否会影响下午其他的航班 半岛电视台资深记者西林·阿布·阿格莱 在被占领的约旦和西岸 遭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 半岛电视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西林被冷血暗杀 并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以色列军队的责任 半岛电视台报道 51岁的西林在报道 以色列军队突袭捷宁难民营时 尽管身穿印有新闻字样的背心 还是被一颗子弹击中脸部 另一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萨穆迪背部也受伤 目前情况稳定 白宫周三强烈谴责半岛电视台记者 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西林被杀事件 并呼吁对他的死因进行调查 以色列军队表示 军方正调查这些事件 并查证这些记者被巴勒斯坦枪手射杀的可能性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后来表示 根据他们收集到的信息 似乎很可能是当时胡乱开枪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对这名记者的不幸死亡负责 去年因指导007电影007 生死有时 No Time To Die而走红的44岁日裔美国导演凯瑞浮勇 近日被几名女演员指控性不当行为 包括性骚扰 操作行为及滥用权力 凯瑞浮勇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关注妇女权益的贴文后 23岁的女演员Rachel Weinberg立马就爆料 指对方并不在乎女性权益 谣言她十分危险 会令女性受到创伤 自己在与她的三年恋情中深受其害 Rachel指对方在她年满18岁后不久向她施压 希望跟她发展地下情 表示对方在与她的三年恋情中 她为了掩饰她的年龄而迫她在人前扮作是她的表妹 侄女或妹妹 也只对后来会向人炫耀自己是她的第二个男人 直到Rachel21岁才正式脱离她的魔掌 而且从去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并被诊断患有创伤后遗症 消息曝光后 双胞胎女演员Hana Lodge与Kailin Lodge 一于社交媒体上指控凯瑞浮勇性骚扰 并大包对方曾经提出于梁姐妹三人行 遭到两人拒绝后 凯瑞浮勇竟然还曾邀请梁姐妹去她的房间里嗑药 打算借此性侵梁姊妹 对此 凯瑞浮勇的经纪人拒绝发表任何意见 但在网络上已掀起热烈讨论 网民纷纷留言女演员真是高危险职业 这导演明明颜值很可以却做出这种事 全世界导演怎么都这德行 大马奥礼会今日在面子书发文通知各国和地区奥委会表示 我国获得2027年冬运会的主办权 据记载 大马曾六次举办冬运会 分别是1965年 1971年 1977年 1989年 2001年和2017年 但从未举办过亚运会 第33届冬运会将于2025年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好的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